好 我們接著看題目 他說有兩個完全一樣 杯子裝零度吸的冰跟水混合 一個白紙包一個用黑紙包 然後其他融化叫融化 這裡是包冰水 另外有人烤的是包熱水 其實答案是一樣的 因為容易吸熱也會容易散熱 包熱水問誰的溫度降得比較快 包冰會融化比較快 哪一部呢 黑色容易吸收浮熱熱也容易放出輻射熱 所以包黑紙會吸收比較多的輻射熱 所以融化比較快 答案選A 改成包熱水的時候就是說 黑色容易放出 黑色容易吸收就會容易反出來 變成我現在溫度高我是散出去的 我是散出去的 黑色也比較容易散出去的 所以也是一樣 包黑紙的降溫會比較快 所以我說有人烤 包熱水有人烤包冰水 答案其實是一樣的 答案其實是一樣的 OK 那就換各位 來 這些東西放在素音之下 放在素音之下 就是原來溫度一樣 放在冷的地方 把它把熱散出去 那請問你哪一個降的最快 你剛才講過嗎 深色的會容易吸收 然後淺色容易反射 那容易吸的其實也會容易放 容易放 這樣 就是升溫快的降溫也會快的意思 來 大哥你起來 來 起立 往上 答案 豬 豬的顏色很特別 B 請坐 剛剛跟你講嘛 容易吸的容易放嘛 現在降溫我現在溫度高 我要把熱送出去 黑色的會容易吸收 也會容易怎樣 放出來 所以黑色會容易放出來 所以降溫會比較快 這一次很多 差不多都有這一題 一個黑球一個白球 然後呢 去賽一賽 有色射處哪一邊移動 向左邊就是 向左邊就是 向黑球啊 向右邊就是 向白球啊 配合一點點壓力 如果這裡的溫度升高了 壓力會怎樣 變大 會推出去 對 如果溫度降低了就會 壓力就會變小 就會縮進來 這樣子的意思 那這樣它會怎麼樣移動 向右 這個是 很多人都有這個題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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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簡單的小事情 很簡單的小事情 來這種簡單的問妳好了 B 問妳 B B 向左就是像黑球 向右就是像白球 像白球 像白球啦 B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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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做 回合 因為這邊你的黑球會比較容易吸收 無色熱 所以黑球裡的氣體的溫度會增加 所以壓力會變大 就向外面推 所以它往白球那裡推 所以它就會向白球那裡移動 就向右移動 這就是簡單的很容易的 熱的傳播的題目 要記得傳導對流輻射 記得該背的東西要把它背下來 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了 OK嗎 OK OK